更新,新增达成和解彰化县西州乡一名卢姓男子32岁昨中午由警方借户就医时,一应抗拒就医,一听到关键词就医,突然抓狂攻击远警并持长柄花剪砸毁警车与救护车,之后骑机车逃离现场,索性远警与消防队员闪躲未受伤,但警车与救护车挡风玻璃,车窗等几乎全毁,警方两个小时后也找到卢姓男子, 并将他强制送医,并医回损等罪嫌进行侦办,北斗分局侦察队长林士行说,卢姓男子因疾病发作,瞎属23日上午11时46分许报警,警方到场借户,并由彰化县消防局救护车到场准备强制送医时,卢南先是对着父亲怒骂,原警好言规劝好好讲,好好沟通,但卢南听到关键词就医突然情绪失控,暴冲追打远警, 并拿起场柄花剪就朝警方乱挥乱砍,陆傅连忙阻止却挡不住高壮的儿子,原警与消防局救护人员赶紧先走壁50公尺远,没想到他就朝警车与救护车一阵乱打发泄,警车,救护车车窗,挡风玻璃几乎全部破损,卢南随后骑机车逃离现场,警方昨天下午2点多找到卢南,并将他强制送医治疗, 卢腹也在旁陪伴,索性现场无人受伤,警方指出,卢南已有15年精神病史,以前虽曾需要警方前往介护过,但没有像这次这么激烈,出现攻击行为,似乎很抗拒送医,警方也赶紧找到人,并将他送医治疗, 下属事后也与消防队和解,警方则尚未求偿,邓慧珍,彰化报道出版时间,09-05更新时间,1049救护车被砸破挡风玻璃与车窗,翻射画面警车被砸破挡风玻璃与车窗,翻射画面救护车被砸破挡风玻璃与车窗,翻射画面男子持长柄花剪砸毁警车与救护车的车窗及挡风玻璃,翻射画面男子最后被警方找到病检, 强制就医,翻射画面抢当好评友宜会员快注册免收费,不注册会后悔,快点我注册https冒号双斜杠-tw.adai.ly-ml924upcsu关键自精神疾病就医情绪失控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